夜冲河湾山岸空公园关心游客展现热血 但往往路况不熟以及疲劳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但为了提醒用路人的注意安全 陷阱局交通队在昆阳停车场前配合监理单位 执行路检联合机查 用实际行动杜绝疲劳驾驶肇事案件发生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虽然天候不佳飘着细雨 陷阱局交通队仁爱分局以及监理单位 一样冒着低温 在河欢山昆阳停车场执行路检勤务 除了劝导用路人不要疲劳驾驶 同时也机查改装车辆以及酒后驾车等违规行为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结合南投监理站 在河欢山执行人额路检机查 针对取缀的重点 针对酒后驾车大型重车 及改装车辆加强机查取缀 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近期河欢山暗空公园成为热门的追星景点 游客更是展现热泻也从上山 但由于路况不熟加上疲劳驾驶 一路上危机四伏也容易让用路人产生危险 陷阱局交通队也特别制作海报刊版 用柔性劝导取代路检开拔 希望游客保持正确的驾驶观念确保安全 本次宣导的主题是疲劳驾驶 我们发现近来的交通事故 其中疲劳驾驶有53件造成5人死亡 43人轻重伤 所以我们在呼吁所有来高山旅游的游客 要注意交通安全以外 下山的时候如果发现疲劳的时候 不要长时间的驾驶 应找适当的地方来休息 来确保行车安全 近三年来游客夜冲荷欢山 因为疲劳驾驶就产生了53件的事故 造成5人死亡48人轻重伤 引起县府相关单位的重视 由交通队会同相关监理单位 到昆阳停车场进行路检勤务 希望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 确保大众安全 记者张东仁仁安乡采访报导